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日益尖锐起来 为了缓解这重重危机 冯太后与孝文帝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那么冯太后作为一名女性 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了北魏王朝的权力中心 她又为日后孝文帝的改革打下了怎样的基础 百家讲坛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国史通信两近南北朝篇第十六集 改革风云 我们上一集说 19岁的北魏县文皇帝叫托巴虹 竟然把自己的皇位 让给了五岁的儿子托巴虹 也就是后来的孝文帝 那么这就奇怪了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 这个县文帝把他的皇位 让给孝文帝 他并不是心甘情愿 而是被迫无赖 那么谁压迫他 逼迫他让位的 那么那是个女子 文明太后冯氏 那么这个冯氏 可以说在唐朝五这天出现以前 中国历史上 所产生影响最大的一位女子 可以说她是以 废掉她的一个儿子 培养她的一个孙子 作为代价的 当然无论是她的废弃的儿子 还是培养的孙子 都不是她的亲儿子和亲孙子 因为根据北魏的传统 叫做子贵母子 如果你的儿子被立为太子 那么这个母亲 就得处死 这就使我们想起 我们在国室通鉴第二部 所说的汉武帝 他立高一子刘复林为太子 那么就处死高一子的母亲 高一夫人 什么原因呢 说是怕年轻的太后在位 稳乱宫廷 实际上稳乱宫廷的事 是经常出现的 包括以后我们要说的武则天 以及我们现在说的文明太后冯氏 这位冯氏是常乐姓族人 也就是我们现在河北省的季县人 他是汉族人 但是那一段时间 可以说从五福十六国以来 整个的河北地区 山西北方地区 几乎都市 少数民族和汉民族扎居地 所以这个风俗 它是很厉害的 因此洪太后 她尽管是汉人 实际上已经是鲜卑化 非常深的汉人 而她的伯祖父 和她的祖父 就共同开创了 五福十六国的其中一国 叫北燕 那么北燕 后来被北魏所灭 冯太后冯氏 就和她的家族一起 被特别是女性 被拉入到北魏的宫廷 那么冯氏 我们说她冯太后 冯太后就开始有一个宫女 后来成为皇后 再后来成为皇太后 再后来成为太皇太后 但是她也是一个不幸的女孩子 在二十四岁的时候 她的丈夫 叫文臣帝 托巴郡就去世了 托巴郡去世的时候 是二十六岁 我们这个冯太后 那当时只有二十四岁 那么根据鲜卑的传统 要把文臣帝 就是死去的皇帝 她的遗物 要进行火化 那么冯太后看到 自己丈夫的这些遗物 丈夫已经去了 看到遗物又在火化 悲痛欲绝 突然间 出负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冯太后冯太后冲进了火岸 那么两边的清水 大肆意见 有人赶忙冲进去 把冯太后给抱出来 但是人已经昏迷不醒 我们完全可以认为 冯太后的这种举动 是出于对丈夫的 亲身事害 完全没有著作的成分 但是这个事情 却为冯太后 换来了极大的荣誉 在先辈的贵族里头 她赚到了极大的人气 人们都认为 这样一个女子 能够如此忠于自己的丈夫 那么她怎么可能 不忠于丈夫的国家 不忠于丈夫的事业 那么她丈夫死了以后 儿子当时是别人的儿子 托巴宏继位 这个时候托巴宏只有13岁 就是宪文帝 这个时候托巴贵族内部 就有人酝酿 觉得这个皇帝年纪太小 那么太后可能以后掌权 因此他们策划 把这个皇帝换掉 换一个给年长的人 来做皇帝 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人 忽略了谁 忽略了冯太后 冯太后从14岁开始进宫 事后已经去世的 文臣皇帝托巴骏 就开始结束到 北魏的高层的机密 结束到北魏军国大计 所以在十年之中 她已经成为一个 非常老练的女政治家 尽管只有24岁 但她从政可以说 已经是十年 而且她的血液之中 流畅着北燕皇室的血液 冯太后铲除了这一批 图谋换皇帝的这股势力以后 那么考虑到皇帝的年纪还小 没有从政经验 所以她不得不从台后 站到台前 亲自处理国家事物 这则当时叫做临朝天政 皇帝刚刚即位的时候 面临着危机 母后当作是嫡母 帮助她铲除了这种叛乱 非常感谢这个母后 但是随着皇位的逐渐作文 开始心里不舒坦 皇帝和太后之间 儿子和母亲之间 她的矛盾迅速极化 因为无论是先辈的传统 还是汉族的制度 都是皇帝管事的 哪里有太后管事呢 特别是一年多以后 这个皇帝生了自己的儿子 这个自己的儿子 就是后来的孝文帝 那么各种舆论的压迫也非常大 别人皇帝已经有儿子了 你太后怎么还能把她当作小孩呢 所以这个时候冯太后不得已 她放权了 她不领朝听政了 那么皇帝亲自主管事务 但是主管了一段时间以后 皇帝发现 哪里自己管事 还是太后管事 身边的管事的掌权的 统统是太后的 他们只对太后负责 尤其是掌握核心权力的人 据说还有不少 就是太后的男朋友 其中有一位叫做李毅的 更是太后的铁干粉丝加男朋友 传说当年太后冲进火海 然后有人冲进火海 把太后抱出来的 就是这位李毅 那么太后对李毅 也就更加情有独钟 而李毅本人呢 据说也是一表人才 能力也很强 所以在这种局面之下 皇帝就觉得处处受监视 处处受责重 所以皇帝也是有个性的 特别是托巴龟 托巴超的后代 他们有自己的个性 所以县文帝托巴龟 他一边贬斥太后的亲信 一边扶持自己的亲信 然后在别人的策划之下 皇帝一不做二不休 找了一个理由 把李毅 也就是冲太后最铁干的粉丝 和男朋友 把他处使 这个挑战是极其之大的 所以冲太后极其的愤怒 皇帝这个时候 还没有完全羽毛丰满 冲太后 他情势从来是果断 压迫着这个皇帝 退飞 要把皇位浪掉 这皇帝一看 自己也没人力 只有把自己的皇位 浪给儿子 那就是五岁的托巴龟 后来的孝文帝 那么他自己干什么 自己有一个称号 叫做太上皇帝 这个时候多大岁数 十九岁 但是注意 太上皇和太上皇帝 是不一样的 太上皇是指 做了皇帝的 这个儿子 给没有做皇帝的 父亲的一个称号 始建于刘邦 刘邦 称他父亲为太上皇帝 但是太上皇帝不一样 尽管退飞 仍然是皇帝 他仍然管一件事情 而且仍然掌握着兵权 那么传了魏的太上皇帝 托巴龟 这些举动 也是冯太后 所不能隆人的 所以到了他23岁的时候 那就是公元476年的时候 这位23岁的太上皇帝 突然死亡 所有帝人都认为 是冯太后 和他的男朋友们 死的手段 那么太上皇帝一死 冯太后 真正成为北魏的掌权人 因为那个时候 孝文帝年纪还比较小 登上权力巅峰的冯太后 掌握北魏大权 长达十余年之久 在他临朝听政期间 不仅悉心培养孝文帝 更在政治上 展现出不让虚美的 事业与胸怀 那么冯太后 在推进汉化改革方面 都做出了哪些贡献呢 我们过去不断地说 自从五福十六国以来 出现了一个现象 一个什么现象 就是所有的 少数民族的 匈奴鲜卑截底枪 他们的领袖 只要有可能 他们就把他们的子弟 送到长安去 送到洛阳去 送到涅城去 送到湘国去 送去干什么 学习中原的文化 感受中原的文化 这是一种 对中原文化的向往 当然我们这里要说明 所谓的中原文化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 汉文化 他们学习中原文化 实际上在进行一种汉化 但是 所谓的汉文化和中原文化 又不是纯而又纯的 汉族的文化 而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 融合了和吸收了 各民族的文化 来自意外的文化 而形成的符合中原地区的 一种文化 这就像我们过去 不断谈到的一样 汉民族实际上 它也不是一个 纯而又纯的民族 而是以农业民族为主体 融合了各民族的 在内的一种民族的融合体 那么在这种汉化的过程中 可以说北魏的冯太后 文明太后冯氏 它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它起了什么作用 我们谈它三个贡献 那三个贡献 第一 在农业地区 在北魏控制的核心地区 推行班露制 什么叫做班露制 有点像我们所说的 凤露制 但是它和凤露制 不完全一样 凤露制包括 对于有身份的人 给予薪水 但是班露制 只给在职的官员 也就是只有你在职 你才能够享受 这一番凤露 这就叫班露 那么洪太后 为什么推行班露制 因为北魏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也不断地在说 它是以鲜卑族为主体的 建立的一个政权 而鲜卑贵族 他们从来的收入 就是通过掠夺 通过奴隶的贡献 但是这个政权 到了中原地区以后 这种方法它就不行了 为什么 第一 它造成官员的说求无厌 这样一来 导致了励志的腐败 同时 也使人民的负担过重 怨声载道 同时 国家的财政得不到保障 国库空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冯太后要推行班露制 要改变这种情况 所有的在职官员 由政府发奉了 除此之外 不得向百姓搜刮一批捐 一批布 颁布极其严厉的这种惩罚措施 如果班露制一发放 有向百姓额外索求 一批布的出事 当时有很多贵族表示反对 结果被冯太后 促死了以外戚为首的 四十多个官员 这个制度强行推行 但是我们大家说 钱从哪里来 这就需要第二个制度 所以冯太后 在农业地区 北魏控制的核心地区 推行第二个制度 叫做君田制 君田制是什么意思 那么它是根据一定的标准 把田地分发给农府 它包括露田和商田 露田是产粮食的 那么死后要归还 商田是用来种麻 种商的 死后可以寄产 同时奴隶也可以享受到 君田制这个优惠 也可以分到土地 所以拥有奴隶越多的贵族 他分到的土地 他就越多 但是所谓的君田制 只是一个方式 只是一个手段 后面有更重要的目的 目的是什么呢 是通过推行军联制 让大家民意上 或者实际上 根据有基田的 政府可以向你收税 那么这个收税的制度 就叫租调制 租是对土地收税 调是对你的财产和人生收税 那么凡是分道 享受了君田待遇的农妇 他都同时要向国家 交一定数量的粮食 一定数量的薄或者捐 这样一来 他就保证了国家财政的收入 同时半路之有经济的保障 但是诸位要说 人们就这样心甘情愿地交粮食 交付税吗 不是这样 他还有第三个手段 第三个手段是什么 第三种制度 叫做三掌制 什么叫做三掌制 所谓的三掌 是林长 里长 党长 他把农村美武副作为一林 美武林也就是25副作为一里 美武里也就是125副为一党 实际上是建立地方县处制 所以为后世的所谓保甲制 后世的所谓李甲制 他开了这个县口 林长 里长 党长 他都代表国家向农府 收猪 收钓 直接对当地的地方官负责 那么这些制度的推行 可以说为中国以后 几百年在中原的基本制度 它垫垫的基础 而且取得的效果 极其的令人吃惊 比如说军天子 军天子我们看上去 是把土地分给农民 实际上是鼓励农民一种啃放制度 什么原因呢 不管你开不开放 不管你种不种地 你都是要交捺天租 要交捺富调地 所以这样一来 他通过政府的引导 对于中国长期的战争 北方大片的抛框土地 他重新开发出来 对于中原地区的经济和恢复 他起了重要的作用 那么冯太后可以说通过自己的努力 把一个他认为出具规模的这样一个国家 这样一个制度 最后交给了他的孙子 交给谁 交给孝文帝 到公元490年 冯太后去死了 死的时候不到50岁 那么这个时候 真正掌权的 开死清正的 那是他的孙子 那是孝文帝托巴公 托巴公这个时候23年 孝文帝自幼长在祖母身边 对冯太后的政治理念 和文化观念耳濡目染 深受影响 冯太后离世后 为完成祖母的魏敬事业 孝文帝决意将改革推行到底 此时她的心中 正在酝酿着一个重大的计划 那么 亲政后的孝文帝 想如何推进这场轰轰烈烈的 政治经济改革呢 那么通过种种的考验 开始的是 冯太后对孝文帝有点忌讳了 觉得这个小孩太聪明 以后是不是对自己不利 但是孝文帝用她的孝顺 用她的坚韧 那个祖孙之间 她的感情逐渐就生了起来 那么冯太后 通过对孝文帝的这种 考验 在以后推行半路制 推行军田制和猪调制 推行山掌制的过程中 所有的政策 孝文帝都参与其中 所以当冯太后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23岁的孝文帝 她不仅仅已经长大成人 政治上已经非常成熟 那么孝文帝在她祖母的基础上 继继继续推行汉化 做出了一个令所有敌人 瞬目结舌的决定 什么决定 把都城 从先卑族长期以来的据点 都城平城 先到洛阳 但是孝文帝考虑到 这个举动可能太大 阻力可能太大 所以她先进行一番事态 所以她像平常一样 召集大家讨论国事 通常也要让和上天对话的 这种态使令 太常市的官员来占卜 看看这个市府还是货 当然她要别人测的 不止做迁突 暂时不能说 她说是南征 结果这个挂项一出来 很有意思 一个字 格字 革命的格 孝文帝立即拍板 说这个格太好了 这就意味着 商汤革命 是大吉之兆 当时所有的贵族 或者说几乎所有的贵族 鲜卑族它也会变化的 它由原来的游牧民族 逐渐变成一种农业民族 或者部分的民族 农业民族以后 它这种开拓精神 正在逐渐的消退 一听孝文帝说 这是商汤革命的格 大家不吭声 不吭声他们干什么 实际上一种无声的抗互 另外 他们想等他们的领头大哥 发表意见 领头大哥是谁 仁臣王拖八成 仁臣王拖八成 既然众人不吭声 自己要吭声了 不能不站出来 但是一站出来 他提出反对 反对还非常有利 怎么有利 他说 陛下说 这个格子是急躁 象征着商汤革命 但是注意 革命是革别人的命 当年的商汤 是要革下节的命 所以他这个格是急躁 那么陛下已经富有天下 你格谁的命 这难道是急躁吗 孝文帝被他一打 晕头撞下 他的学问没有 仁臣王拖八成的高 结果大陆发脾气 干脆就蛮横 说这个设计是正的设计 你干嘛 胡说八道 任臣王 丝毫不失落 说设计固然是陛下的设计 但是我是设计之臣 我要对这个国家负责任 这个时候 头发红 孝文帝 他也输了一口气了 冷静了一阵 孝文帝冷静下来以后 跟大家说 既然是一事 就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我看仁臣王 说的就很好 希望大家继续发表意见 当然气氛一缓和 大家也就心兵气和了 但是意见不同 散朝以后 立即召见仁臣王 托巴城 这个仁臣王是什么人呢 是孝文帝的唐树 此人办事公道 忠心耿耿 而且着战勇敢 履历战功 所以在托巴贵族里头 就有极高的威望 孝文帝一看到叔叔进门 他连忙下台阶 进行道歉 说对不起 刚才是我不对 但是我不是冲你来的 我是发脾气压压其他人的 这种情绪 你看看厉害吧 然后仁臣王说 这没有什么 这讨论问题 大家都有不同意见 然后 孝文帝向他推心自负交底了 说我实际上 并不是想南政 我想干什么呢 我想迁都 迁到哪里去 迁到洛阳去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平城 尽管兼顾 但是是四战之地 而洛阳居天下之中 物产丰富 到那里以后 我们更便于管辖 整个中原地区 对大卫有好处 那个仁臣王一听 皇帝跟他交底 他也很激动 作为主义 皇帝能够找他交底 是因为知道 仁臣王托巴成 因为他们之间有很多共识 托巴成本身 就是一个汉化很深的先辈人 既有文采 又勇猛 所以得到上上下下 乃至得到 南朝使者的称赞 当时南朝的使者 到平城来 既见了孝文帝 又见了仁臣王 归去以后 对仁臣王赞不绝口 说了一番话 说王为仁臣 过去这个仁臣王托巴成 在我们的印象里头 都是以武著成 打仗不要命的 先为仁臣 来以文见美言 而现在我看到的这个仁臣王托巴成 竟然如此有文采 什么文采 汉文化的文采 所以在汉化的过程中 在汉化的问题上 仁臣王托巴成 和孝文帝托巴孔 他们是同志 仁臣王对于孝文帝千都洛阳 他进行理论上的肯定 怎么肯定 说一落中虚 君天下所聚 陛下自语华夏 鸡平九湖 长生文耻 应当大歉 洛阳居天下之中 他对各处的掌控 比较方便 那么对于我们大魏 以后几百年 万万年的安定 他意义重大 所以如果天下昌生 知道这个事 一定是高兴的 但是仁臣王又认为 这个举动 在托巴族里头 必然引起很大的反响 因此他认为 此计非常之事 当非常人所知 这个事情是非常之事 不应该让那些平常的人 不是非常的人 不能让他们限制到 唯须 决之甚怀 死辈 以何能为也 如果你一旦决定 一旦做 这些人也是没办法的 那么孝文帝很高兴 大大的表扬他 说仁臣便是 我这子房也 在另外一个场合下 他还表扬仁臣王 所以君臣一心 齐力断尽 决策已定 怎么办 怎么再能够把这些人 不明真情的人 一旦说到前都要反对的人 如何把他们弄到洛阳去 我说用四个字 叫联蒙带骗 当然还要加上四个字 拿四个字 卵硬监视 当时政治语句 孝文帝下令 全军南征 三十万军队 三十万人口 浩浩荡荡 要打南方的南朝 一路上泥林之路 新军极其困难 来到洛阳 先休息一正 洛阳的宫殿 实际上孝文帝已经修好了 洛阳的官司 孝文帝实际上也修好了 洛阳的军队的营帐 营房也已经修好了 让大家休息 休息了以后 继续前进 结果大家苦苦哀求 说绝对不能前进 你前进这不打败仗吗 事情已经低落 大家已经疲惫不堪 孝文帝说不行 必须要去 众人又苦苦哀求 孝文帝说那这样 那大家觉得洛阳怎么样 我们住下来 大家说洛阳很好 只要不难争 怎么都可以 于是定督洛阳 大家说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实际上非常复杂 为什么要联盟带骗 为什么要软硬兼施 如果你们不在洛阳住下去 继续难争 死路一条 那么同时决定 来到洛阳以后 不能回到平城去 如果回到平城 出死 从此以后 北魏的京城 就落在了洛阳 当然其间 有许许多多的阻力 有许许多的反对意见 平城的人 听说 竟然就这样 迁都到了洛阳 也人心防防 结果又是 仁臣王托巴城 代表做孝文帝 到平城 做说服工程 迁都洛阳 可谓是孝文帝 为推行汉化改革 做出的前所未有的重大举措 然而 仅仅迁都 却不足以达到改革的目的 鲜卑族人 虽在洛阳定居 但依然保留着一部分 旧日的生活习惯和风俗 为此 孝文帝又会进一步采取 怎样的改革措施呢 请继续收看 博史通鉴 两进南北朝篇 第十六集 改革风云 但是 迁到了洛阳 可以说 只是汉化过程中 万里长征 走出了这一步 后面的路子还更长 怎么长 如果这一帮 鲜卑人 常住在洛阳 他跟平城关系 又很密切 怎么办 孝文帝还有其他的措施 说到这里 我倒想起 赵武林王 那么在几百年前 第某天早上 赵国的文武重臣 正在等着他们的君主上朝 结果等来的 竟然是个胡人 短袄 杂袖 长库 戴头盖 大家一看 不是胡人 就是我们的君主 这就是赵武林王的 胡胡其色的故事 那么 赵武林王以后的几百年 距离我们现在 一千多年前 也是在一个早上 洛阳 鲜卑的贵族 汉族的官员 正在等着孝文帝上朝 结果等来的 竟然是个汉人 大袖飘飘 大家仔细一看 不是汉人 他是先辈人 当然是一个汉化 很深的先辈人 谁 托巴虹 后来被称为 孝文帝的托巴虹 大家大肆一紧 面面相许 从这点开始 孝文帝规定 发布命令 从他这个时候开始 所有的先辈人 所有的汉人 所有的凶辱人 统统要扶汉服 不但要扶汉服 还要说汉话 还要信汉信 还要求汉族 先辈族之间要通婚 所以这个通婚的结果 我们以后在隋唐要谈到 大批的贵族 他都是先辈族和汉族的通婚 另外 由他自己开始 带头 把先辈的信 改掉 换成汉信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 他为这个事 专门下了一条造令 我们看看这个造令 怎么说的 北人 为土 为陀 这个北方人呢 把土地 称之为陀 把后 称之为靶 后是什么意思 后就是王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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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拔实际上是指土王 拥有土地的王 而我们为 我们的先祖是出于皇帝 皇帝以土德为王 故为托拔式 因为我们的先祖是皇帝 所以我们从他那里寄生下来的 所以我们是土王 所以我们是土王 因此用我们鲜卑的语言 就是托拔 忽土者 皇忠之设 那就印着皇帝 万物之原也 所有的事物 万事万物 土为大 皇为大 所以 根据这些情况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信 由托拔 改为原 助功臣救足 自带来者 就是从平臣来的 信或重复 建议改字 统统改成汉信 所以他通过这一番解释 他认为 托拔和原 是一回事 在先碑里头 我们是姓托拔 是天下第一信 改为汉民 那么我们改姓为原 同样是天下第一信 从他自己开始 叫原宏 当然先碑改汉信点 就像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一样 不仅仅是一个皇室家族的托拔 改为原 其他的也改 改了哪些呢 我们不一一列举 据有学者研究 改了一百多个姓 我们挑几个大家熟悉的 第一个 托拔 这是皇族的姓氏 天下第一信 改为原 然后我们看拔拔 拔拔拔 大家没听过 掌声听过 太著名了 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 掌声皇后 哪里来的 鲜卑主来的 还有 独孤 独孤这个姓 我们现在 偶尔还看得到 什么原因 是他恢复了旧姓 在 孝文帝改革的那个时候 这个姓 改为 刘姓 我们在后来 后面 也要接触到 这个独孤 世 在 北周 北朝的时候 有一个著名的人物 叫 独孤姓 他的女儿 就嫁给 隋杨的父亲 隋文帝 杨姓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叫独孤皇后 他不着流 大概那个时候 已经改回去 还有 玉慈 改为玉 这个有一个 存疑 唐朝有一位大将 门神 和那个 秦琼 秦淑宝一起 挂着门上 做门神的 叫玉慈公 严格说起来 这也是托拔的姓 后来改为玉 但是我们知道的 玉慈公 是玉慈 那么玉慈公 非常有可能 也是先辈主 那么进行如此 强力的 这种汉化政策 如此 规模巨大的 把都城迁到洛阳 它四福四祸 后来造成了什么影响 我们下一节再说 谢谢